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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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枪三人球哎咱们就是算是进入龙年了啊 进入龙年了对对对进入龙年呢 一般人都要去烧香拜佛嗯 闻到这事得请教一下你啊 这个佛教里头 过中国年嗯烧香拜佛有这习俗吗 有向来都有 其实我觉得如果去寺庙比如说 很多人去祈福啊祈平安啊 这当然也不是不可以 你可以说这是世间法 嗯嗯 这是一个方便 但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应该 因为你烧香拜佛嘛 所谓拜佛你看着佛像 嗯 看着佛像就要了解佛是什么人 佛是觉者对不对 觉者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已经解脱了贪嗔痴 哦 所以说这三读 他 整个佛教教我们要做的 就是怎么样摆脱三读的牵绊 那么问题就来了 假如你烧香拜佛 你就是哎呀 让我升官 让我发财 你像一个来教你怎么解脱贪嗔痴的人 叫你放弃贪欲的人 贪破贪欲的人 让你这么贪的去求他 这事就有点矛盾了 而且在东东 我等于是拜中纪委说我怎么贪腐啊 哈哈哈哈哈哈 差不多这个状态 没事没事没事 对不对啊 这样来拜 而且呢 这还真是像佛的这个明训啊 嗯 你一去这个贪哪 你一去烧香啊 你就被别人贪了 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阴阴 阴阴相关 嗯 你知道这个 他们讲云南有一个叫盐泉寺 去年出了事 这个盐泉寺出现了一个事情啊 就是一个游客被那个大师啊 收多少这个叫叫烧这个天价香啊 多少钱呢 两万三千四百块 那家大师呢 收到最后啊 不让你走了 你知道吗 嗯 跟黑社会一样 后来那个游客反映了 就说一开始说你儿子有难 你儿子有难 你这个必须烧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六 就烧这个香啊 烧一万多 他就掏了 他当时觉得人到了那儿啊 在几个大师环伺之下啊 他进入了一个气场 很恐惧 你能让大师说话就很吓人 你烧 你要不然我几句话下去 你儿子就有性命之忧 好家烧 烧完之后呢 那大师看 一万多块钱都能烧 所以临出门的就说 站住站住 站住 你还得烧一万多块钱的一个 什么香 要不你七大姑八大姨 全都有难 这个手啊 就已经到了他头顶的这个上方 嗯 你说不说 哈哈哈哈 吓住了这哥们 就是两万三千四百多块钱 当时就就烧出去了 这里我得说一下关于烧香啊 嗯 烧香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当然佛教世界很多地方都烧香 对不对 但是一般正信的佛教教大家烧 你们就烧新香就行了 新香一般 对 就你就不需要新香新旅香 你不需要那么外在的形式化 这是一个形式而已 所以烧香 而且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有个误解啊 就把中国民间宗教就混淆进了佛教里面 就以为呢烧香的这个香呢好像是都会飞到天上 给菩萨给罗汉给佛不是这样的 佛是不需要吃你这个香的对不对 他又不是鬼 然后呢 所以这个香呢其实是有实际功能的 他比如说用来驱虫 呃是闻的时候很好闻 进化空气 嗯 呃我们坐禅或者是念经行禅的时候 用来数算时间 嗯 他是这么有的 我觉得这个香 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明明见过一个实例 杭丘良也 对夫妻吧 拿了好几包不同的香 嗯 然后撞到一个庙里的大师吧 我不知道怎么样 就在问 说哪一个是为了我女儿 我女儿读书的要烧在哪里 啊 那一个是为了我奶奶要 要这分别 要要怀恩的 要烧在哪里 那一个要烧在哪 他都有分别嘛 他说 我记得那个柱子在旁边 都一样 哈哈哈哈 你看 他说实话 他当然 他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对 他价钱也是不一样 但他买来了以后 他的对方搞不清楚 所以他就问 我这个 这个教育 教育香 教育基金 教育基金 啊 怀恩 怀恩 这个这个 计划生育办公室啊 这个教育部 这个东西 不能 这个主持啊 这个主持笑了一下 都一箱都一样的 哈哈哈哈 那他还是有良心的 说老师 我跟你说这个 就是 破坏了他们的产业链的 云南这个 盐权寺这个 他们就说那个 好像中国新闻都看的报道了嘛 都就是说 他是已经是这样了 就说一个车去了 先抽签 嗯 都是分门别类 抽完签之后呢 每个人拿着自己的签啊 还去换一个条 嗯 因为很多很多人嘛 换一个条 那个妈妈呼呼的情况 都到了什么 那个旅客啊 抽的是14号签 最后换给他那个纸条呢 是40号纸条 莫名其妙 然后就去一个一个房子 那房子里一类有大师 一人一张桌子 那这大师 然后来了 就给你一看这个这个 哎呦 有难呢 有难 天假乡 不是 有有时候看着像群 他大师就是老江湖会看人 就看着你像穷鬼 没有钱的哈 直接一句话 佛跟你无缘 哈哈哈 对吧 还有一个你知道吗 他们创了记录的 创了记录成为海内奇闻 闻到你的哥们 就是说去收 所以说啊 你得收1500块钱 那人说 哎呦 大师我钱包里啊 就700块钱 大师说你有卡吗 哈哈哈 这信用卡是真的 那妙里的刷刷刷刷刷刷 刷了两千多块钱 刷卡而且 你看吧 你为何肚脐炎 没错 刷完以后 你听我说啊 这大师的招多了 刷完以后啊 说这你这个卡呀 要不要烧香 他会被卡要烧香 什么意思啊 就跟那个 就是佛有一个开光的那个嘛 卡要烧香 卡 然后大师在旁边 大师在旁边给你念咒 说保佑这个卡呀 只只进不出 只只只进不出 就往里存钱 不往里知钱 那这卡不往里知钱 就是保佑你这个卡 在新的一年呢 只是进账 但你就不能刷卡了 只进不出 就是反正多多多多进吧 就就就就大师都能保这个 这还能叫清净吗 后来后来人家说 就这个盐全寺 当然现在被整了啊 要不然不会被爆出来 这个盐全寺你知道吗 就是我现在饭桌 经常碰见这种老板 我一问他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是做庙的 做什么生意的都有 他说我做庙的 这个盐全寺你知道 一年承包多少钱呢 720万 720万的承包费啊 当地村委会什么 就签约承包给你 你说他所以 他才怎么能赚720万 就超过720万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真了不起 中国人真的果然是一个 不适合任何宗教信仰的图样 你说是吧 你在全世界 比如说你到穆斯林世界 天主教国家 你会不会见过人说 做教堂 我做教堂了 我干清真寺 哈哈哈哈 这没错 我们中国人太厉害了 我以前 什么都能变成 我记得很多年前 在苏州去一个庙 那时候还有余光中和他们一起去 就是里边有个 我不知道负责的人嘛 反正庙里的一个负责人 讲出的话哈 用了一点佛家的术语 但是全部就是一个色论 就政治觉悟 他的级别很高的 他们说是一个处长级的一个和尚 级别很高的 现在发现他们不但政治化 而且市场化 他是把佛教理论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对对对对 这也算是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一条道路 哎 我想起来我有一年啊 我跟我老师去去我们去那个山上的禅修 嗯 然后呢有一天晚上他带我们出去做那种传统的这种不静观 有一些简单的步骤 比如说我们是在一个坟场做了一个半宿 嗯 那在一个坟场里面 我们每个人就围绕着一些坟墓来坐在那修行 然后当时我们徒弟们啊 他就我们出去之前 他叫我们向我们挂单借树的那个庙 借了一些香 嗯 当时大家觉得奇怪 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学的是南传佛教吗 对 因为我我老师他学的 他是传承至斯里兰卡跟缅甸那一号 南传佛教 那这一套佛教我们这套系统里面我们不大烧香 就平常烧不烧无所谓 对就你若真要供你有心要供 你拿清水 做庙的不理你 清水就够 那个顶多放花 不需要烧香 但是那时候我们就去拿香干嘛 后来说到了坟地之后呢 他叫我们在我们坐的四周 把香插在这个坟地上面 然后点 然后后事后呢 很多我们的师兄也很疑惑 就问 哎老师我们刚才这是不是有什么生意啊 在坟地总得点香了啊 看来我们也讲究这个 我老是说 不是啊 晚上树林蚊子多吗 点香驱蚊吗 蚊香 蚊香 而且这个 你即便照大乘佛教来讲啊 这个各种各样的仪式啊 共聚啊 他说是有象征意义的 所以有些人解释啊 说这个宗教这个传教啊 都是象征艺术 就是比如说这个表法的 很多时候比如说供花 供果就表示这个开花结果 你修行最后有结果 你好比这个香啊 你也可以理解成这个燃烧自己 是吧 熏熏别人 对吧 哎他很多啊是一种 甚至有人说啊 这是课堂教学的教具 包括那个佛的那个雕像 哎是让你看见他 想起佛的这个应有的品德等等 但是你看任何啊 形式的东西 形象的东西 对好像人性里有一个东西啊 就叫把它固定一下 就叫迷信 对 咱们去期待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大过年的啊 咱们也看看今日和尚的新风光啊 他们的新生活啊 所以这个 咱们这个 这是和尚啊 就千女逛街 哎有这样的 你再看下边 这是和尚吃吃吃吃肉呢 这至少是 这肯定是肉嘛 对吗 这吃的就是香 来这酒肉穿长过了 哎和尚打牌 和尚打牌也没什么是吗 赌钱是不行的 赌钱 赌钱就犯贱了 但只要不赌钱 你当游戏是无所谓的 但是听说佛呀 也警告人们要远离西戏 就不要老王 来看下边啊 哎 你说远离西戏 这和尚 玩这游戏 其实也不叫饭戒 就当然不太好了 就玩也太多 你偶尔玩玩也无所谓 对问题是 就说现在这个和尚啊 有些人你也不能怪他 呃 他们说承包了以后 承包了这个庙以后啊 都是假和尚 假尼古 拿工资的 你知道吗 有的自己买了房 开着十几万的轿车 所以你不能怪他娶妻生子 他根本就是假的 他是一个表演 他是个工作人员 但是工 但是你说这个玩笑话 从业人员应该不可以的吧 那当然是不写的 就是说因为你你不可能说 我去做神父 或者做这个长老是一个 当作是一个工作职业 他当然是个职业 是个行业 但是问题是他牵涉到一种 很高的道德的精神的 为人方向的一个承担感 是完全不一样 是另一种过另一种人生道路 那你何必出家呢 我从老百姓的角度来提个问题 那就是说我们到庙里去 烧香许愿的时候 任何许对自己获益的这些愿 其实都不应该吗 都没有什么道理 在我看来 就是没有意义 就你如果你取愿 比如说你说是为人许愿 这还可以当做是一种 供奉修行献功德 就比如说你愿人家怎么样 愿人家怎么样 你但凡是愿自己如何如何 这就看发心 假如你是说我现在看到有谁很需要帮助 我很想捐钱给他 但是我没有钱 我希望我如果现在这是有赚钱 我不是说这种愿人臣 而是说你这种心 这个是这个是好的 对 但是你说 哎呀我好想买个无卡的钻石钻戒 但是我现在没钱 我希望我儿子考上大学 那这种呢 这种啊 我觉得属于民间信仰 跟这个佛啊 这个佛你也佛有一万个面目 不同的人眼里 你比如说他是一个什么呢 你要高深的来讲 任何自私自利的想法 他都不鼓励你 可是佛他有很多个层面 比如说他所谓的愚夫愚妇 像咱们这些个 庸人的这个眼里呢 他就是个神 那么神呢 你就变成民间信仰的层次 那你就可以 你愿意告他 你就求告吧 你就求告 你保佑你身光发财 你愿意求告 你得个什么呢 得个心理安慰 当然你要到了民间信仰这个层面上 那也有讲究 也有讲究就是说呢 你诚心诚意 就是说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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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祈祷啊 完全这个这个单纯 至一 据说零 能神光发财 你看这个民间迷信的层面 就是你不要有人过去说那个 老的玩老道 不是要玩老道 就老道玩的那个画符 那过去这个民间迷信也有这么讲 就是说啊 只有你这个符啊 是静心成律 啊 诚心 静天静地 然后呢 其实这个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这一笔下去 到这个符画完 都没有掺杂第二个念头 没有掺杂别的念头 就达到了这种高度唇一的状态 据说这样画下来的符啊 特别灵 但是你说这又变成 不是呢 我想讲清楚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搞清楚佛是什么 他是我们的老师 从佛教徒角度来看 这个老师呢 他不是神 他不是一个 就是说你向他求什么 他就透过一种很超自然的魔法力量 给你一个什么东西 不会这样 所以你却拜佛的时候 我们拜的是 因为我们尊敬老师等于 我们看到自己的老师 你大学老师 你的指导老师 你也很尊敬他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尊敬我的老师 而同时我们核实拜佛 是要在这个佛像 这只是个像而已 但这个像提醒我们 人可以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 而且也提醒我们自己 我身子里面也有这么一个佛像 我也很有可能 我们人人皆可 我平常的观察都不是这样 那真的有很多 因为有时候观察来拜的人的各种各样 那是一个众生像 我就在旁边看 那你看你说他专心吧 也都专心 那些那些美女平常走的疯 风之万种的 到那个时候 他也很认真 但是他相信他 我估计他 他是太很专心的在想 比方说我今年要跟谁谁谁结婚 对不对 他也很专心 那这个东西是 因为我就认识过有这么一个人 他在上海 认识了一个很有名的香港商人 这个商人后来在香港的婚姻 都是非常出名的 我不讲具体名字了 那这个女孩子就跟他 当时是朋友 然后就非常虔诚 我听他们说 到葡萄山去烧香 就是希望能怀上他的小孩 烧的是非常认真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回来的船上就发现来离家了 当场让你见红 是的 我想讲的是 就是说你这种心态呢 当然在我看来是不对的 但是我觉得 没关系 这寺庙反正开在这里头 大家就算抱着这么强烈的贪心 功利 对 功利就本来就是 佛没有什么宽不宽恕 我们没有罪与恶的观念 对 我们不像天主教就要有罪 这罪都是你自己的问题 跟佛无关 没错 那然后所以到时候你 我们只能希望就是寺庙很清净 气场很好 氛围很好 那你在里面 你就算为了自己的贪欲 私心 求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久而久之间也叫结了缘 然后你能够在里面慢慢都受到一些感化 所以寺庙总是喜欢放一些结缘书 我们叫做 一些小手册 对不对 免费发给大家 你回去看一看 你今天来烧香拜佛 希望求 怀上一个负伤的师生子 那你给你个手册 你回去看一看 看看我们讲的是什么吧 这个佛教啊 他还有一个问题啊 所以他在他在世界上是高等的哲学 在这个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他这个圆融 就非常的圆融之后啊 但是看在咱们这个局外人的眼里啊 就是你的解释系统啊 那家伙是无坚不摧 为什么说呢 他要一解释起来啊 比如说这个观世音菩萨 那就应身这千千万为了度化你 有的时候甚至啊 为了引你入道啊 观世音菩萨化身成妓女 先让你嫖客爽了 这叫先以欲勾迁 引你入道门 对吧 那你这么一说呢 你知道吗 咱们应该相信 那个广大和尚同志们还是好的 但是问题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女歌星的一个朋友 她整天给我讲她的上师 上师上师 后来给我打电话 说她感到很困惑 她最近我那个上师啊 说老对我 老小要跟我发生性关系 她上师说上师欲望很强 她就说越是能量大 性欲越强 你说这叫什么解释 咱们去要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一篮如鱼 一跃千里 在环球事业下明察秋毫 在时空穿梭中紧扣关键 集中关注 补充观点 融合全媒体 全世界焦点咨询 无限共享 2012凤凰卫视强党云近期直播节目 天地一号凤凰焦点关注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红花夺色 将相典范 红红火火过新年 红花狼 文道 文道 你经常穿行葱林 你有没有见过和人找女人的 我们大陆和人 你说大陆 也见过 但那个就是 让你很尴尬是吧 对 因为白天的时候 在寺院见到面的时候 那大家很尊敬 向她和时 对不对 那晚上就在这个酒店门口 看见她抱着两个女孩 换了西装 换了衣服 换了衣服 晚上下班了吧 大概是 那我当时最尴尬 是我不知道 那个反应该是向她 见识 应该是 应该向她和时 当时那个状况 就穿这个西装 抱着两个 那我该不该和时呢 这有点尴尬了一阵子 那后来也就算了 一避开就好了 可是 可是我觉得这也没办法 就是我了解到今天 其实中国真的很多寺院啊 是空在那里 真的是要等人去去看家 那结果呢 现在很多地方是招聘 其实很多现在的和尚 是招聘回去的 我跟你说 你讲的也是有道理 就说这个世永信 少林寺这个 传出过很多留言 什么嫖娼啊 什么就这这 这那个 到最后世永信 对外的这个解释当中啊 我也感觉到一丝啊 难言之隐 就是中国这个庙啊 它不是和尚把持的 你知道吗 比如说谣传 说少林寺上市 是吧 这个事是怎么会 谁上市呢 有个少林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 和尚在庙里待着 做庙的人 对 在当地政府啊 都是旅游 当成当地的旅游业啊 这是个旅游业的项目 我又可以把你这个庙 变成一个公司 是公司就能打到上市 文化产业 对 但庙里的和尚也许还蒙在鼓里 我们都上市了 你知道吗 他会 而且你像国民党的张孝岩 曾经批评过 说我们台湾的庙 不买门票 庙怎么能买门票呢 对啊 他说你们怎么 大陆的这个庙不好 说他为什么要要要收 要收钱呢 后来普陀山算先进的 普陀山管委会 还解释呢 说我们普陀山都没有收那个几十块钱的门票 我们普陀山就收个五块钱的香花费 是好像很便宜 可是又有人问 那你这个香花费是 是归谁呢 给谁呢 是和尚自个儿收的吗 还是当地政府部门呢 你明白吗 你一般呢 全世界呢 这种宗教场合呢 除非你是有个特别的展览馆 比如说有个小博物馆在里面 比如说你去威尼斯 圣马可教堂 那种对不对 还有个展览馆博物馆 你给钱 要不然教堂本身是 这是宗教场合 他绝对不收钱的 青春寺没有见过收钱的 我感觉到寺庙也没有收钱的 全世界 进去很多人也在点蜡烛 然后很多人都在 对那是你自己的奉献 看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气氛 大概不大合适 合适于求什么东西 对不对 也求你 他那些劝会有什么合适 也求也求 他们会反而会很 真主要会强调 就是说有圣人 会帮助你转大 你不行 当然你的气氛是道夫 也是正道夫 对不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江楼贯文明启示录